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激烈竞争再上演 参选者众 但立民证件发表者却无多 有些选举手法还被网友直呼太低级 这是否也是从侧面反映出了 台湾这些年来的选举氛围 慢慢地背离了民主的本意 而渐渐成了政治的游戏了呢 因为我们从这些选举的这些变化 就可以发现说 台湾现在选举已经辨离了 或者说脱离了它的初衷 因为原本通过选举是希望说 让有能者居之 让它能治理好台湾社会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这些选举完全是为了选票而选举 完全是为了个人政党的失利而进行选举 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 关于陈时中的竞选广告 他说当选以后 要去给台湾的所有公共厕所 安上智能马桶 而他作为一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他不去关心说能够影响台北市发展的这些建设 这些改革问题 而去做一些说可以说有这种宣传效果 但并没有实质内容的这么一些正刚 那就意味着说 他其实根本没有顾忌到台北选民的这种诉求 去顾忌到台北选民的这些民生议题 而是想着说怎么能让自己的政见能够搏眼球 能够搏出位 但是他并不管说这是否对于说 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 对于台北的这种民生福祉的改善有没有帮助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正是说我们今天台湾政治发展的困境 也正是台湾民众的悲哀 虽然候选人是他们一人一票投出来的 但是没有人真正关心台湾的社会 没有人真正关心民众的福祉 而只关心自己个人或者说自己政党的势力